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晚辈养晚辈 我养过他爸爸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和 这有了 你和我咱们在一个剧组拍过戏吗 我们在剧组 没一起拍过戏 懵了 大家注意一下发明老师表情 懵了 男的女的 我要认真问个性别这一次 刚来都不是 男的 都强 你现在是等维华吗 对 职业 好问题 好问题 老百姓 最后一个问题 没了 猜一个吧 好 我去猜更华吧 有点像 好 猜更华吧 可以猜更华 你跟董维华熟吗 熟啊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5 5 4 3 2 1 请帮我打开 3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哎呀 我队长 掌声邀请 像队长 你好 范年 我刚想要演出队了 再猜猜演出队 我真想我 对呀 我都提醒你了 董维华那边 对呀 演出队 你说了董维华你还想不醒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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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啊 欢迎你 来来来来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队长 我呢 是这样的 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 做搞一种起步 是在连衣港军分区演出队 那么我在演出队 待了四年 然后考了前线 那么是我事业的第一个处女帝 我刚开始启蒙我的队长 我的喜剧 最早的喜剧启蒙是我队长 天哪哪哪 你这人生都贵人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知道了 我当时是一个队长 我当在演出队 我俩反着我演正的 我队长是一身的喜剧 一流 当在连衣港是喜剧大师 那时候后来我到前线以后 我傻了 我一看呀 各个一米八 像你年轻时候那么帅 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年轻时候那时候 就全部都是气质可硬 都小事儿 当时我傻了 我赶紧的转喜剧 我演小战士 开始演那个队长那种 活泼天真的总部 我演你这个角色 对吧